国际佛光会东京协会在4月2号3号两天 在丰岛区池代西口公园举办 第五届台日文化交流跟东日本大震灾复兴支援活动 这项活动举行五年来已经成为丰岛区的例行重点活动 不仅是在地日本人跟台湾侨民的交流 穿展摊位跟佛光会义工们提供的台湾美食 吸引众多观光客特地到会场地游 每年结余的议员金持续帮助三一灾区重建跟丰岛区的公益活动 让台湾慈善团体的善行继续发光发热 每年4月的第一个周日 东京池代西口公园的台日文化交流及东日本大震灾复兴支援活动 是樱花季中池代地区知名的大型活动 原本是为了帮助三一灾区复兴 今年农历年前的南台湾大地震 日本民间官方以时间对台湾提供援助 这个活动也成为台湾人感谢日本协助的回馈活动 台北周日经济文化代表处沈思纯代表说 今年震灾感谢来自日本各界的支援 台日对地震灾害的感同身受 让两地关系更加密切 佛光会以这个活动持续关心灾区 这份爱心是所有台湾人都一以为傲 当然这个活动有双重的部分 一方面是推动台日之间在文化方面的相互了解 另外一方面也是就这个三一一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到现在五年后 大家对于这个灾区的持续关心的一种表现 所以今年二月在台湾南部也发生了地震 过去一段时间接到日本各界 不管是慰问的信息或是这种赠灾金的捐助 我们也深受感动 主要也是想跟佛光会的朋友们说是谢谢 因为他们在日本 对日本大地震灾的灾区的关注 五年来不曾烧泄 我们也希望日本灾区的附件能够持续的进展 同时台湾南部震灾的灾区的灾民的生活 能够早日的恢复正常 来自台湾医药院的小朋友在台上演出台湾的震头舞蹈 传统的面具服装跟台语歌曲配乐 在日本非常少见 观众对小朋友精彩的演出都抱以热烈的掌声来回应 台上的表演之外 台下的摊位也是热闹滚滚 因为日本难得吃到素食料理 许多消息灵通的台湾老饕一早就来卡位 空着肚子准备要吃片各个摊位 另一方面 对台湾素食不太了解的日本消费者 则是大多闻香而来 因为台湾食材的香味是日本少见的 尤其素食大量会用到的汉方跟香料 对日本人来说有特别的吸引力 吃了也是赞不绝口 太多了 好 吃 dropped lion 嗯 嗯 そうですね あのー うどんっぽいですよね これね 味噌味で 美味しいですね あのー 六角っていうんですか 入ってて なんか いいですねこれね 台湾料理比較的好き だもん 5年来国际佛光会東京协会 總公園全力办好 這個一年一次的台日文化交流 不仅是為了持续 關注災區重建 也是佛光會跟封島區 地方互動的回饋 來自台灣的公益團體 展現了充分的行動力 用台灣的美食 文化的交流 帶動火化地方 以及對地震災區不間斷的 援助力量 是成果 非常受到 光光外面的紅島區非常肯定 我們 2天有2萬人的入場所 所以一般的民眾也非常肯定 我們 在台灣跟日本的一個交流方面 做的貢獻相當的大 也希望大家能夠 繼續支持我們 繼續讓我們這個活動 能夠為盛大的看下去 為我們台灣 會對日本的國務化 做一個非常好的橋梁 台灣新聞東京報導